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分化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一场由文字演变为起点的人类文明中向何处 由先生带我们进入哲学探讨 我们要讲思维方式 就必须讲一些古文字学 为什么 因为文字对于人类的思想 或者说文字符号对于人类的思想形成 造成重大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在西汉早年古书上记载 原话这样表述 说苍结作书 天语素 鬼夜哭 这段话什么意思 他说 自从苍结创造了文字 天上降的雨都是古字 鬼在晚上都要群哭群号 他为什么用如此惊人的笔调 来描述人类创造文字符号 是因为文字符号的发生 对人类其后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造成重大影响 人类在文字符号发生以前 它的思维和意识形成慢流状态 也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意识流 文字发生以后 外在文字符号构成的系列 成为人类思想得以展现 和得以推导的一个根据和一个体系 由此缔造人类的明确思想结构 由于文字符号对人类思想的形成 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讨论 不同文明思维方式的差别 我们就必须从古文字学上入手 当然这只是思维方式得以形成的 主要因素之一 我讲下面的部分 并不是讲人类思维方式的形成 仅由于文字符号的影响 但文字符号显然是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通过讲这个主要影响因素 使大家明白思维方式的变形和分化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从中国古汉字谈起 大家知道我们使用的文字叫象形文字 今天世界上221个国家和组织 使用象形文字的仅剩中国 其他各族各国全使用的是拼音文字 这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重大误解 让我们以为拼音文字才是文字的主流 别搞错 请记住 人类原始各不足 要么它没有文字 但凡最初发明文字符号 全都是象形文字 拼音文字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次生型文字符号 比如古埃及象形文字 比如古巴比伦谐形文字 其实是象形文字的一个变种 比如中国古代文字也是象形文字 那么从1899年王毅荣发现甲骨文到当代 我们在河南殷墟等地出土甲骨文的甲骨片 居然达十万之中 总结下来 发现中国古代甲骨文字 共有4500字之多 而我们今天使用的上万中国字 只是其中1500个甲骨文字 后来演化而来的 为什么另外3000字费用 是因为文字和语言是两个系统 过去的语言学家 包括亚里士多德都说 说语言是思想的符号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因此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也就是人们都认为 文字符号是语言的产物 这个东西很可能搞错了 实际上人类会说话 大约已经有十万年左右 而人类有文字 不过亲近三五千年的事情 文字最初和语言没有关系 语言是从口到耳的传递 文字是从手到眼的传递 文字符号像形文字 最初是生活场景中的一幅画 因此它最初和语言并不结合 随着文字的发展 它必须和语言结合 才能有效使用 于是那些可以用单音节 也就是用一个喉声表达的那个符号 才能够被保留下来 凡是早期图形过度复杂 要说明它必须用一大堆语言 才能把它说明的这些文字符号 被抛弃 这就是只有四千五百字中 只有一千五百字 最后演化为中国文字系统的原因 我们把中国古文字称为假金文 所谓假指甲骨文 假指硅甲片 骨指牛的肩胛骨 这是最早课写字符的书写材料 那么随后数百年进入青铜时代 于是在青铜器上铸造或雕刻的文字 被称为金文 也叫明文 于是我们把中国古象形文字 总称为假金文 它大约发生在三千三百年前 那么大家要注意 象形文字 它就是生活场景中的一幅画 那么中国的象形文字 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有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象形文字半抽象化 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画得非常具象 我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古埃及 要画一个人这个字 它就画一个非常逼真的人 这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人 可是在甲骨文中 我们看到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它实际上画的是人侧面走路的样子 古埃及文字中画一个牛 它也会画得非常具象 这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牛 它把一个牛 忽略的完整的构型 全部画出来 可中国甲骨文中的牛 只把公牛的牛角画出来 这个字 就是中国的牛 这个字的来源 古时候发音是 欧 模仿牛 模仿牛角的声音 是一个逆声字 那么画羊 它就把一个羊 公羊的羊角画出来 这个字就是羊 那么为什么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十分具象 是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 生产一种草 叫纸杀草 古人把这个草剥开 就可以形成类似于纸张的书写材料 然后他们在尼罗河边拔下芦苇杆 把芦苇杆剥开 蘸上草木灰的黑水 就可以在纸杀草上流畅地画画 因此他们的象形文字十分具象 中国东亚这一带地方 没有这种草 纸张是在汉代以后才发明 因此中国古人的书写材料 只能是硬质的硅甲 或者牛肩甲骨 然后用石刀或者青铜刀 在硬甲板上刻写 这就是古代把笔叫刀笔的原因 由于书写材料极硬 因此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 不得不抽象化 这是大家理解 中国象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 发生区别的一个原因 在上一节中 先生通过研究象形文字的起源 厘清文字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以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并通过古中国与古埃及象形文字 比较和长音分析 论述东方思维的抽象化特征 那么象形文字构造原则是什么 又反映了远古时代人类 怎样的思维方式 且听先生进一步论述 我们下面再讨论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古象形文字 每一个字是一个意思 每一个字发一个音节 叫单音节文字 它跟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拼音文字是多音节文字 而人的猴和蛇只能发生 四百个左右的不同单音节 那么因此按道理讲 中国应该只有四百个字 那么中国文字量极大 在这个发声学的限制之下 就必然会出现大量的铜音字 那么铜音字在古代是怎样缔造的 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发铜音的字 一定含有某种重度的相同含义 这是铜音字的来源 我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大家看 这是一个甲骨文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而且的耳 今天耳这个字 已经是虚词和介词 但大家一定要明白 中国古代文字没有虚词和介词 因为不需要 因为古代文章没有语法逻辑结构 它就是象形文字的连环化体系 那么中国因此早期文字 每一个字都是识词 没有虚词 而且每一个字都有独自的含义 复和词不成立 我比例子 比如池塘 池是指方形的水池子 糖是指圆形的水池子 请问有谁见过既方又圆的水池子 所以池塘这个词不成立 再比如朋友 彭这个字是画了两串被壁 有这个字是画了两只手 是这个符号 彭是什么含义 共同挣钱 共同干活的人 有是什么含义 共同分钱 共同分享的人 叫有 每一个字是一个含义 我们知道人这种东西 律来可以共苦而不能同干 因此朋友这个复和词不成立 中国古代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含义 比如荣华富贵 古代一个最早的先秦时代的大词典 也是大百科全书叫尔雅 它在上面讲 草为之荣 树为之华 就是草长得很茂盛叫荣 树长得很茂盛叫华 中国古代商人富而不贵 所以荣华富贵 每一个字是一个含义 这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复和词在中国大量出现 是在东汉中期以后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才开始大量发生 那么大家看尔这个字 它是什么含义呢 看我的胡子 上面有一撇胡子 下面有一缕胡子 由于有两缕胡子 因此它发二的音 大家想想还有哪个字发尔 耳朵的耳 它为什么发二的音 因为你左边长一个耳朵 右边长一个耳朵 还有一个字发二的音 这个字日 这个字在甲金文发生地河南陕西一带 不念日 念耳 把太阳叫耳头 为什么 因为早上有一轮红太阳 从东边升起 黄昏有一轮红太阳 从西边落下 所以但凡发二的音 都一定是包含着两个东西的内涵 因此古代 这种同音字 或者在基本构形上相似的字 叫通甲字 互相可以互替替换使用 因此你读古书 真正的古书 你会发现古人大量写错别字 这叫通甲字 要知道你今天不写错别字了 其实你没有多少文化 我们下面进一步讲述一下 相形文字得以构造的原则 人类早年各不足 要么没有文字 但凡有文字者 都是相形文字 相形文字的构成 它的第一要素叫 以形表意原则 就是生活场景中的一幅图画 《易经》上对人类早年缔造符号 有八个字的表述 叫进取住身 远取住物 就是近在身体上找符号 远在物相上找符号 这就是相形文字最早期的来源 我举例子 比如我们在甲骨文中 看见过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平凡的凡 它画的是什么 很不雅 古人不穿裤子撅起屁股 你从正面看到的肛门 凡人皆有那个脏兮兮的肛门 因此这个字是平凡的凡 发音跟粪 粪便的粪的发音很接近 那么如果在中间画一杠 请注意这个符号 我们在古代青铜器的边缘上大量见到 它就是使用的用 它为什么会使用呢 古人没有卫生纸 大便完了 总不能夹着使满世界乱跑 于是顺手在地上捡一个木棍 在屁股上抹一抹 这个木棍很有用 因此它是用字 这叫进取助身 好 我再画一个符号 这是什么字呢 整齐的齐 它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夏天 麦穗长熟了 麦穗很整齐 麦浪很整齐 这就是它的甲骨文 现代繁体字 基本上还是这个构型 这叫圆取助物 我们再看一个字 这个字 什么字呢 帝 皇帝燕帝的帝 你要想看懂这个字 你首先得看懂它的符号 和它画的这幅画 它上面画一个倒三角 下面画一个传统符号 横向再画一个传统符号 它是什么含义呢 首先你要知道 但凡你在古汉字上 见到倒三角 它都是指女性 女性的性器官 是长在府内的 不像男性的性器官 吊儿浪荡地挂在外面 那么女性性器官的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阴符和阴毛 成倒三角分布 于是画倒三角 就代表女性 换成正三角 就代表男性 这两个符号 全世界通用 不仅中国人在用 比如古犹太人 以色列现在的辉号 犹太人的辉号 叫大卫之星 以色列国 今天国旗上的辉号 就是这个辉号 它在倒三角上 叠合一个正三角 请看这儿 是不是犹太人的六角星 它是人类在生殖崇拜时代 所画出的男女交合符号 阴阳交合符号 那么我们现在回看地这个字 它是什么含义 下面这个传统符号 代表子子孙孙 横向这个传统符号 代表七大姑八大姨 它的原意是指 人类可以找见的 最远古的那个女性 才叫弟 大家一定要知道 人类远古时代 始祖社会早期 叫母系社会 一个始祖社会 是一个血缘群团 它的内部是不能同婚 是不能有性关系的 否则会发生乱伦 因此人类早年 它的全婚制表达为 两核不足 我在前面提过这个字 就是一到晚上 这个部族的男性 都到那个部族去 那个部族的男性 都到这个部族来 于是呢 到了白天 男人各回各家 孩子留在女性部族中生养 由于在那个两核部族的 群困制时代 人们永远不知道 儿子的父亲是谁 因为他的父亲 可能是另外一个部族 所有的男人 因此人们只能 找见自己的女性祖先 于是就把人类 当时各部族中 能找见的最远古的 那个女性祖先 称作帝 到了商末周初 这个时候人们已经 不知道这个字的原始含义 社会已经高度难全化 于是才把男性君王称为帝 比如皇帝燕帝 这是这个字用错了的表达 那么古代称男性祖先 用哪个字呢 用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而且的且 他画的是什么 直接就画了一个男阳 男性生殖器官 这个字当年也不念切 而且不是虚词 他就念祖 他怎么转化成 我们今天祖先的祖 是人类从生殖崇拜时代 逐步过渡到祭祀文明时代 于是在祭祀天地和先祖的时候 在旁边画一个祭祀台 在祭祀台上摆上牺牲 所谓牺牲就是 祭祀天地和祖先 所宰杀的牛猪羊等动物 这些牺牲在滴血 请看 这个字是不是今天 祖宗的祖这个字的来源 它表达的是人类象形文字 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流变 自行发生相应流变的一个进程和状态 我们把这叫以形表异原则 这是建立古象形文字的第一原则 第二叫共性经验原则 大家注意 我现在讲假古文或者讲假经文 目的不是为了给大家上诗字课 而是为了讨论后面一个重大问题 甚至是一个哲学基础问题 思维方式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 也确实已经不诗字了 所以它也有补习师字课的含义 那么人类创造象形文字的第二方式 叫共性经验原则 也就是画出一个符号 本族群的人都知道这个符号的含义 我比一个例子 比如中国字里有一个字叫闯 门子里面画一匹马 他为什么不在门子里面画一头牛 画一头羊呢 要知道古人跟我们今天的人 完全一样聪明 我前面讲过 短短四万年时间 人类的智能都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何况造自三五千年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他的聪明程度跟今天完全相等 他所关心的问题 却是生存极处问题 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问题 他处理的信息量极小 他以极高的智慧 处理如此之小的信息量 他可以把这些问题 琢磨到何等精透的程度 这就是古文化的价值所在 那么古人豢养动物观察的极细 他发现所有动物出卷门是很慢的 因为动物挤着出卷门 如果它奔跑的速度很快 互相冲撞 很容易造成外伤 任何动物 包括野生动物 一旦受伤必死无疑 因此所有动物在出卷门的时候 动作都是很缓慢的 只有马例外 古人观察的极细 发现马出马就是跳跃着出的 于是门子里面画一匹马 代表床 我再画一个图符 这个字就是白 他画的是什么 画了一个指甲盖 把底下皮肤遮盖的半月板 都给你画出来 为什么画一个指甲代表白 是因为古人干的都是粗活 手总是黑的 手上唯一能保留白颜色的 就是指甲 因此画一个指甲代表白 这些东西都是古人 在他共同生活场景中 缔造一个符号 大家一望而知其含义的一个符号表征 我再画一个符号 我前面画过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古人不穿鞋瓦 赤脚踩在土壤上 所留下的脚印的半筹像土 这个拉出去的一撇 就是大拇指头 这个字就是指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字的意思在远古时代 不是停止的含义 而是脚趾头的含义 以后转住字加足字旁 才把这个字的真正含义表证出来 那么如果画两个脚印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步 走步子的步 它是从甲金文 曲线画画 到小转大转 曲线成图 然后到历变 再到楷书 才从曲笔走形 变成直笔字形 我们从这个字可以看出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文明进步 就是把任何事情越解决越多 也越解决越糟的过程 叫文明进步 古人没有车马 土脚在自己的十几平方公里的 始祖领地上生存 就解决所有基本生存需要 你今天开汽车坐飞机 跑得老远 你想干什么 你总不至于变成神仙吧 你仍然不过是混饱肚子而已 可你仅把行这一件事情 解决了吗 你没有解决 你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情 越解决越多 也越解决越糟 我们以汽车为例 你要造一辆汽车 总得先开矿吧 开完矿 你得夜链 夜链完 你得制造成千上万个灵甲 你才能组装一辆汽车 然后你还跑不成 你得铺公路 架红绿灯 然后警察不断在那指挥着 你还动不动把自己 撞在电线杆子上 撞残废了 请问你见过哪个古人 走路把自己撞在树上 把鼻子撞摊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人类文明进步 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它只是把任何问题 越解决越多 而且越解决越糟 我们仍以汽车为例 联合国统计 现在每年全世界 仅因为汽车交通事故 每年死伤300万人左右 死亡25万人到30万左右 相当于每年打一场 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就这我还没有算 它造成空气污染这个麻烦 因此我们从古文字中 可以看出古人持保守论 也就是对人类文明的 发展前景不加以表彰 反而持以怀疑态度 是有他们深切的体会的 所以大家注意 古文字中包含的原始思绪 具有极大的深意 造字的第三原则 叫人本主义原则 也就是以人为中心 画出所有的图像符号 比如在你的视觉中 删呈现为这个状态 于是画出这幅画 就是删这个字的来源 水画一条河流的半抽象图 这个字就是水 大家再看这个画符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女 它画的是什么 古代没有桌子椅子 甚至不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都只发生在 商代中期和周代早期 远古时代的人 是跪在地上 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 这叫基坐 一个女性 基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 然后把两手放在府前 做一些轻微的家务劳动 表达出安静的坐姿 这个女性安静坐姿的图像 就是女这个字的来源 所以大家看 所有造字都是以人为中心 表达出人的符号观感 这就是降行文字造字的 基本三大原则 我讲的这些东西 主要借助于 唐汉先生的研究 辅制以其他甲骨文学者的研究 形成这个课程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更纵深地去读一些 相关的书籍 在这个部分 先生首先开宗名义 文字或者文字符号 对人类思想形成影响重大 通过古代文明 都是象形文字和甲骨文 应用变迁的理证 论证文字形成 是语言逐步符号化的过程 并进一步借助中国 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差异 比较及成因分析 皆是东方思维超像化特征的起源 同时 借助多音字和通甲字的成因 以及象形文字的构造原则归纳 论述文字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那么象形文字对人类思维方式 还会产生哪些影响 且看下集象形文字的字意来源